好 再來我們看第七題 因式分解3s乒乓減掉1分之1 倍的x減5分之2 這題目有分數啊 所以我們怎麼用十字教程法來猜前面猜後面照準件 不好做 那怎麼辦 我希望把分數變不見了 所以我能夠把整個式子乘以5的話 那分數就變不見了 乘以5以後就會變 书為s乒乓減掉x 減掉2 那這樣果然分數就變不見了 可是這個式子我莫名其妙把它乘以5 它就跟原來的式子不一樣了 那怎麼辦 沒有關係 我在外面呢 再把它乘以5分之1 乘以5倍以後它變成這樣 那你再把它乘以5分之1 它會變成原來的樣子 你看5分之1乘進去就變3s平方 5分之1乘進去就會變成-5分之1s 5分之1乘進去就會變成-5分之2 它是不是變回原來的樣子 所以我把這個式子整個乘以5倍 把分數變不見 沒有關係 我在外面補一個5分之1倍 這樣就會回到原來的式子 好 接著咧 我們就要針對這裡面做十字教程法 拆前面拆後面照中間 15s平方 我拆成-5s乘以3s 那這個-2要怎麼拆才能製造出中間-x呢 那我這樣拆 -2乘以1 負正德-212 交叉相乘 這裡變-6x加5x 所以就會製造出-x 因此這個5分之1造超 我就可以知道可以拆成-5x-2 乘以3x加1 這樣咧 我們就做完這一題了 好 再來我們看第八題 因式分解s平方 加上6分之1s-3 那這個題目呢 一樣 它有分數不好處理 那所以我希望把分數變不見 那怎麼把分數變不見呢 當然我就可以把它直接乘以6倍 那直接把它乘以6倍的話 就會變成-6s平方 加x-2 就得到這個式子 可是這個6倍不能亂乘 為什麼 因為這個整個式子被我放大6倍 那怎麼辦呢 我就把6分之1加回去 這裡放大6倍再乘以6分之1 那就會回來原來的樣子 你看我把6分之1乘進去 就變成s平方 6分之1乘進去就變加6分之1 6分之1再乘進去就變-3分之1 所以我裡面這個放大6倍 我只要在外面補一個6分之1 這樣就會回到原來的式子 接著我們就要針對這裡面 做十字教程法 拆前面拆後面照中間 前面的6s平方我拆成2xx3x 後面這個-2我要怎麼拆 才會製造出這個加x呢 那我們就把它拆成-1乘以正2 交叉相乘這裡就變4x-3x 合併起來就會製造出中間x 因此我就知道它會變成6分之1造超 2分2x-1乘以3x加2 那這一題呢我們就做完了 1,2,1-2,1-2,1-2,2,1-2,1-3-4x-2,1-2,2,1-3-4x-3x-1,2,2,1-2,1,2-3,1-2,2,2,3,2-2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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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-3,2,1,2,1-3,2,2,2,1,2,2,1-4,2,2,2,1,2,1,2,1.2,2,2,1,2...